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战队出身 从中国车大盘升起家 车行全台湾遍布21个县市 光是买二手车 公司股票 还预计赛台挂牌上市 今天他教我们如何辨认是乌车 看车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看我们的锚钉 你看我们的原装 车子的原装 那个Sport 你要看这个 你只要车子有撞到的 走过必留下痕迹 只要一拆过的 这个螺丝其实一定会投落 只要一动过 内行人一看就知道了 一定要有定型化企业 包括你买中古车一定要有花票 说到重点 因为中古车市场竞争激烈 许多车行用的买卖契约 不是销机会版本 而是车商自行拟定 当中陷阱重重 很早别人拿去看的 真的吗 对 那在花里可能没那么快回来 这就是买二手车最常见的话术 即使上网看见价格优惠的车 但到了车行 却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这就是所谓的空气车 有些车行它比价 你开的价格假设 你现在这部车 我开50万 别人甚至开40万 但去到那边你要问清楚 去那边他会跟你讲说 这是起标价 后面还有 这个还有这个是贷款价 所以要问清楚再去 有些车行 你就是重点要去找这家车行 有信誉 或者你找到车行 没信誉 这个车行 阿利亚大车行 去到那边看不到车 我们要注意的是 它旁边叶子板 螺丝 有没有被转动过 转动过我们就直接合理怀疑 它可能有受到重大的撞击 像这个车门也是一样 车门的螺丝的话 就是在这边 因为你这个如果说 假设你这边受到重大的撞击 你一定要转动它的螺丝 才有办法把它转卸下来 你才有办法去做更换 对 那你需要 这么严重需要做到更换 就表示你这次重大的事故 看清楚了吗 车是要买来开的 不是要买来修的 掌握住这几个方向 即使是二手车 也能买得开心 又能安心